大京太子亲手做的灯笼 那可是世间独一份的稀罕 正好 送你这个天上地下独一个的 人安乐 虽然还有叙旧才到你的生辰 但如今看来 我是赶不上为你庆祝了 等我回到靖南 便是长寺花开的季节 到时候开满遍野的长寺花 可比殿下那日送的花灯要大手笔多了 你若不嫌弃那三块铜板的兔子灯 今后每年 我都做一个给你送过去 大京太子亲手做的灯笼 那可是世间独一份的稀罕 正好 送你这个天上地下独一个的 人安乐 那可还是算了吧 京城和靖南之间山高水远 殿下可别为了这么一个花灯 而大费周章 再说了 殿下以后还会遇见 比那夜更加流光溢彩的花灯 也会遇见 将你所赠花灯 施若珍宝的女子 子缘 那日在花园山顶 我知道 你与我一样都不愿离开 我就算不离开京城半步 你我也永远都无法并肩 我们之间隔着太多 承载太多 殿下心如明镜 早就知道今日的结局了 不是吗 没错 正是因为无比情形 不能阻止 所以那日在谷底 我才舅舅不愿停下 也不愿离开 既然那夜殿下没有停下 那往后也别再停下 殿下许诺的清平盛世 子缘正等着看呢 子缘 你我这一辈子 可能都不能再见了 我在这里祝你 今后每一年生辰 等顺喷 喜乐 好 monter jour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